大家好,我是小罗,欢迎观看本期的情感视频 女人在婚后过得好不好,婚姻生活,幸不幸福啊 不是看她的男人物质条件有多好,也不是看她的社会地位有多高 而是看这个男人啊,她有多宠你,爱你 自古以来啊,女人的幸福感往往是来自于丈夫的宠爱 来自于一个稳固和谐的家庭关系 跟一个亲密无间的亲子关系 夫妻之间,男人如果是宠妻入骨啊,她就会处处以你为中心 所以男人如果有以下几个表现的话,那女人一定要牢牢的抓住她 第一个,她会把财政大权全部都交给你 如何才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呢?那自然就是钱 没有钱能过什么日子啊,所以钱也是很多人的底线 男人如果会把财政大权都交给你啊,一方面就是 她爱你,她愿意服从你的管辖 另一方面就是,她承认你在家中的最高地位 把钱交给老婆是男人最简单粗暴的示爱方式 就算是你不会管钱,你花钱没有概念,她依然愿意这么做 那她就是很爱你的 第二个,她不会让你受委屈 女人从小到大,不管是从外界的哪一方 或多或少,总是要受一些委屈的 比方说学校,社会,以及家庭等等 所以爱你的男人,自从你嫁给她的那一刻起,她就不愿意让你再受委屈 她会让你在家人的面前感受得到她对你的宠爱 她会给你想要的虚荣 第三个,她会尊重你的意见,以你为先 婚姻是由各种琐事组成的 当爱情遇到婚姻之后,她会升华,当然也会变质 一个爱你的男人,她就算是在婚后,依然会尽量的维持于你婚前的甜蜜 所以男人在婚后,她会尽量的尊重你的意见 觉得你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 这种男人,她会给你很强的归属感 在相处的时候,尊重是本质 但是,超出了尊重之外的,那就是爱情了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喜欢的话,请关注我 也欢迎大家给我收藏 谢谢大家